現在我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會發現 就是在E裡面 你如果要調整那個 陰影 它的方向 光線的角度那一塊 是不能調的 因為它有一個選項 控制住了 其實這跟我們在Photoshop是等於同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現在是哪一張 我看一下 關掉 我看到了 現在是這一張 現在是這一張 那你看我現在做的陰影 它這邊有一個角度 這裡有一個角度 今天 如果我來改變 這個角度的時候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雖然 只有改變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塗層 有沒有感覺到其他塗層都有受到影響 有沒有注意到 只有一個沒有 為什麼 因為剛剛這個已經建立自己的塗層了 對不對 它就不受影響 你再確認一下 你看我改不同方向 我從下面 放上去 有沒有不只我改 其他的製作跟著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這裡有一個選項勾強的 這叫使用整體光源 也就是呢 你在這個文件裡面的 塗層樣式的陰影 應該還包括其他的 通通都受到 同一個燈光的影響 今天如果把它關掉 那麼 這就是 這邊刀也改成 有沒有我這裡改變了 我這裡改變了 其他都不受影響 那我們的A也是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它類似的設定 類似的設定 來 我就用這個 打開 一樣找到這邊 現在我們的陰影方向 是在左下角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找到這邊 你看它的屬性 有沒有發現 這叫做 Use Global Light 是on 所以當你這一次on的時候 這個角度 我去改 預設120 我們改看看 有沒有感覺 不管你動到哪裡 它都不想理你 都被鎖住了 被鎖住了 所以說 我現在 把這個on變成off 現在是你自己設計你自己的 來我現在就自己調整 有沒有感覺 你在動它就在動 所以你要會把這個地方關掉 好這樣子 就可以個別針對這個圖層 去調整你陰影的方向 因為有些時候 你希望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從 它預設那個120度 雖然120度看起來 是效果不錯 但是有些時候 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今天呢如果呢 你是 還 翻滾進來的 那就不一樣了 來我這先還原一下 好 你看我說的翻滾就是 如果你在做動畫的過程裡面 你還有加上這個叫做rotation 這是旋轉 對不對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看你感覺看看 到底加上旋轉之後 會不會哪裡怪怪的 好這裡就翻一圈 來你看我們這樣進來喔 這個還好 這個這樣還算OK 但是如果你有些從別的地方進來的 這個翻轉 可能 那個陰影就會怪怪的 就會繞比較遠 所以呢 如果 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下面這邊 這個 這個影片 這個是之前同學做的作業 然後呢 如果你在做這個相片拼貼的動畫裡面 有用到旋轉的話 那當我們在做這個 從左上角進來 陰影 測效的時候 陰影塗成樣式的時候 一般轉不會轉得那麼誇張 那個它要有距離遠 可是 因為 我們在這樣繞的時候 本來是在這裡 陰影也會跟著旋轉 雖然這樣看起來好像 還好 可是其實 比較 不需要 平常不會讓我們誇張 因為那個陰影這樣會變得很亂 所以我們就可以 看這個影片喔 就可以自己知道該怎麼做調整 好吧 那一塊我就先不講 因為 你現在沒有去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大概比較沒感覺 OK 所以你先把基本的 先會就好了 先會就可以了